19号的傍晚花联北区下起雷震雨打雷次数频繁 花联市和洁安地区部分讯号设备因此受损 造成有一些收视户是没有办法正常看电视 在接获民众通报之后呢 有件电视工程单位赶快派员前往抢修 在最短时间内还给民众优质的收视讯号 天空中一条闪电打了下来 随后发出隆隆巨响 这触目惊心的场面是发生在19号的傍晚 花联北区下起了雷震雨 打雷次数相当频繁 让人感觉就像是被美光灯给包围着 但短时间内的多次电击 也造成有线电视的讯号设备因此受损 导致花联市、洁安乡部分地区 将近有300户的收视户 没有办法正常观看电视 更有的人是电视机上核出现故障问题 在接获民众通报之后 有些电视工程部门立即加派人力前往现场抢修 即使天空不作美 也希望在最短时间之内可以恢复讯号 提供给用户最良好的收视品质 大华联新闻总和报道